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这个男前辈了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短片啊 三国战机丰文在一起 一个关于赵云的小短片 比如说呢,赵云这个人物在空中最多 究竟能挑几下 好,咱们来看看这个答案啊 由这个你咋玩,我也咋玩大臣做的一个踏实素材 首先可以看到呢 左上角这个迷晃晃的三个大字 空一,之后呢,这里刻招 一条,生枪,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空一,顾名思义,每次挑一下 空二,这里呢,嘚瑟烂颤 然后呢,平A,破招 一,二,来看看招,这就是空二 只不过呢,他这个挑,他非常花式啊 他是空二之后,神秘箱,然后左右挑 好,之后空三 看看空三在这里怎么处理 别嘚瑟啊,怎么了,云哥 大风挑起来 空三,落地,接招 这是一个空三,骑着看着接招 这招的话呢,相信很多的玩家 就应该不清楚了 之后呢,这应该是继续一个空三表演啊 这里呢,应该有挑动过了 A,撞一撞,A,挑一次 挑两次,这一招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就这个动物下扎以后有个复空效果 所以说呢,可以这么三枪三枪扎 这套连招呢,仅限于动物啊 是很比辨的动物 好,咱们来看呢,空四 空四呢,是实战里边的最常用的一个招子 这招应该是大多数的玩家都不陌生了 只要你看过这个实战的各种招子 只不过他这个空四有点神奇 空五,啊,赵云那一招动不动 空五,空五,空五,就是这个,空中挑五下 然后呢,他这里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空五 接个落地连 之后呢,这里继续来看看这个空五 A,撞一撞一撞一,破招 B,这是一个实战里常用的探索空五 当然了,这个最后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啊 这个前面的处理方式都一样 好,空五往上的连招呢 一般玩家就很难的出来了 咱们来看啊,空六 那顾名思义呢,就空中六下 这里呢,是空中六下呢 运用了一个空中的空消 就是说呢,空中取消,延缓一个赵云落地的速度 包括这个空气 空气呢,一般就是由空四以后 然后呢,再一顿得的 它这里是一个真空气 什么叫真空气呢 就是一直往上挑的一个空气 这个呢,在实战里边呢,是比较罕见的 之后呢,空八应该就要开始下坠了 咱们来看,空中八枪 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下坠 五枪,六枪,七枪,八枪 这是一个空中八枪,可以看到是吧 全程赵云不落地 在空中呢,挑出了八下 空九,是不是极限,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一,二,三,四 嘚瑟,五,六,七,八,九 好,这样呢,是一个空九 这套连招呢,实战里基本就见不着了 然后呢,这里继续 打一个破招,反挑 空四,嘚瑟 然后呢,空四呼吸,再嘚瑟 走,再次空九 好,这里是打巧 这个打巧的话呢,是赵云比较特殊的一个招子 这个实战里呢,完成 利用了巧,挨挑之后 落地跟别的人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啊 来完成的一个这个啥 完成的一个这个空九 这里这个二十几是啥意思,我没看懂啊 这里来了,直接是平地起 打了一个这个空六 然后呢,得瑟滥颤 打一个这个空九 再打一个反向的三下A 打破产池,这套连招够帅吧 好,咱们呢,继续 空十 那么好,空中还能十枪 连花起手 1,2,3,4,5,6 然后呢,得瑟滥颤 7,8,9,10 但是呢,他这个地势枪是运用了一个圣枪 空十一就要借助地形了 没错,就这个第二关的高地坡 你可以看到是吧 这里呢,再得瑟 看吧 这就是一个空中十一枪 你可以再查一下 然后呢,这一个是利用怪的特殊的身形 貂蝉 特殊的身形打十一 两枪,四枪 然后呢,五枪,六枪,八枪 九枪,十枪,十一枪 全都没落地啊 你可以再仔细看看 然后这里呢,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怪 大体级的怪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十一 四下 八下 慢慢来 十一下 漂亮 你看看到是吧 非常的帅气 好,最后一个操作 最后这套操作呢,是利用小兵的配合 打的是这种兵 但是呢,不一样在哪呢 你可以看到,赵云这里呢 挑完之后,他要挨揍 砍 看见了吧 这里会把赵云在空中砍定住 这就是一个特性啊 就赵云在空中特殊内下 一砍,砍八戒上了 就定住了 好,感谢你咋玩 我也咋玩大神 我这边集结说也好 喜欢点个赞 拜拜